讓我陪大家看盤的是坦克 孫怡婷 坦克 午安 平均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午安 好 坦克才剛告訴大家 這股價轉強轉弱關鍵 在法說會 果然今天大家看到TBA 陳鴻 昨天法說過後 今天滾量上工 而且還鎖住了漲停板 坦克 怎麼看陳鴻呢 對 我們看到 今天的話 陳鴻 因為昨天開法說之後 攪出來的成績 算是讓市場有點驚艷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看到今天股價直接跳功漲停 其實今天的盤 有兩個好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剛剛平均提到的 利多的股票 有呈現一個往上攻 就是法說獎勵都沒有在開高走低 反而是往上攻漲停 就是陳鴻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原本在修正的 2303的聯電 我們來看 今天的話 可以說是初步的煞車指紋 所以今天的盤 其實有很多可以觀察的地方 剛剛提到陳鴻 其實我們先前跟大家提到 在法說之前 我們提醒大家 要看的是前一天的融資變化 結果前一天的融資是增加了 這邊是8月2號 8月3號開了法說 8月3號那一天 之前的融資是增加 增加900多張 所以你看 其實表示融資其實在先前已經卡位 這一波其實在法說之後 外資大多數是調升目標價的 因為高盛跟小摩原本就看保守 所以他們就是看壞 我們就不多提 但是比較偏多方的 花旗128變149 然後麥格里72變135 然後野村的話80變116 瑞士信貸95變12 可以說來講大部分的外資 其實對於法說之後 是給比較偏向於正面的評價 這次其實TPK 法說是看得了第二季的成績 但是第三季 為什麼會往上調目標價 第三季的成績表現得會不錯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在7月份的營收 它在同一時間也公布95億多 然後重點是年增有29% 另外的話 整個月增也有8.9%的位置 其實我們看法人在針對 昨夜的財報之後 一開始預估它第三季的激增 有機會來到25%到30% 可是其實我們在提醒大家 我們要觀察其實都不是這些點 專查是在於這個 它跟歐飛光的合作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歐飛光在薄膜觸控比較強 但是TPK強而是什麼 強而是它的貼合 所以兩個公司傳出來要合併 要合資組一個新的子公司 準備在淨月成立 這個能不能成立成功 我們覺得才是真正 接下來的關鍵 因為大家覺得基本面不錯 營收會成長 但是真正的關鍵 我認為想像空間還是在 歐飛光怎麼說 因為你看美律當時跟利訊 在2月份這邊 雙方開始進一步的合作 就是把子公司的賣掉 然後換一些股權進來 做一些動作之後 美律的股價大飆 然後利訊的股價也大漲 所以你看這裡的話 我們就要觀察 這個動作之後 整個TPK會不會有相關的 新的一個想像空間出來 TPK代表是什麼 第三季的營收會好 然後後來的獲利會往上走 第三季營收好 其實還有一檔公司 今天就直接攻漲停 它是3362的先進光 營收還沒有公布 但是我們來看 第一個 它財報有公布 第二季 單季賺了0.63元 創新高 可是我們來看 它6月份 營收創歷史新高的同時 它其實當時就講了一句話 7月更旺 然後法人一路看旺到年底 所以你看人家 為什麼今天股價 可以直接往上跳工 攻漲停 也是因為營收會好 6月份創新高 獲利不錯 然後7月更旺 所以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我們要觀察就是什麼 就是7月的營收 我們來看下一頁你會發現 在7月營收裡面 目前公布的其實還沒有很多 今天才4號 所以說其實後會陸陸續續會公布 但是我們來看 集長公司可以做觀察 我把目前年增率超過20%的 幫大家列出來 像Konkong 奇力 新 TVK 利基等等 還有像西盛 早盤也一波的拉台 這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們要觀察是什麼 第一個先看利基 因為利基雖然說是年增的24% 但其實它是這個色頻元件 跟三星的手機有關 第三季 其實我要提醒大家說 你看它Q1 虧了0.9億元 Q2是賺了1.36元 關鍵在這裡 你看法人其實沒有賣下去 法人沒有賣 就是一直賣一直賣 但是股價有沒有跌 沒有 沒有跌下去 所以後面應該會有玄機 怎麼說 我們來看下一頁 其實這裡 我們舉一檔股票 就是剛剛那個圖表 第一檔的股票 Konkong Konkong 為什麼 因為Konkong 我們來看 赤943的Konkong iPhone 8的概念 當然現在大家都知道 因為被刺分為 力訓三雄之一 宣得美律 然後Konkong Konkong今天雖然拉回 但是今天因為漲那麼多了 拉回很正常 可是我們把時間 回到今年的4月份 4月份它漲了一段之後 這兩個月其實是在橫盤整理 都沒動 都沒動 一直沒動 一直在震盪 然後我們往下看 這是什麼 法人的賣壓 投信其實是賣不下去 外資怎麼 就是外資跟法人 跟投信法人怎麼賣 都賣不下去 所以你會發現賣不下去之後 一旦法人認錯 反手回補的時候 股價就會開始往上走 所以我們現在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說現在在追高 有些股票可能會有一些風險在 但這裡如果我們先觀察 有沒有股票 投信一直賣 一直賣一直賣 但是賣不下去 這裡我們就可以做一個追蹤 在剛剛的列表裡面 其實有一檔股票 就出現同樣的現象 它是誰 它是2456的麒麗芯 我們把麒麗芯 因為現在這邊有個缺口 是因為除權席的關係 我們畫面上這張圖 是把它還原全值之後 你會發現 這一段時間 其實從7月份開始 就在呈現一個橫向主題 投信拼命賣 拼命賣 拼命賣 一路的賣超 可是股價有沒有跌 沒有 今天要往上走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是 因為它現在做四合一 就是說整個麒麗芯 跟國劇集團之間 在做業務的調整 所以它7月份會併入 這個妄權的營收 8月份會併入 磁性材料叫飛磁的營收 所以營收的話一定會增加 因為營收代表性並沒有很強大 因為合併的關係 加一間新公司 當然營收會增加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是什麼 第一個 投信賣不下去 第二個是公司也開始 往車用比重移動 最近不是車子很熱嗎 你看今天的話 2401的領養 還有像是在6108的這個 都跟車子有關 就是說原本的PCB 原本的PCB都轉去車用 所以你看其實奇力芯 它也開始往車用的比重 都拓展 所以這部分可以做一個觀察 另外的話 7月營收之外 不只電子 還有一個叫什麼 是速化 怎麼說 因為速化其實上半年的營收 普遍表現得不差 但是前一陣子有一篇報導叫做 速化族群Q3強 這概念其實是建立在整個報價 就是這樣往上走的概念之下 其中一檔股票值得大家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我們來看PPC PPC的部分 其實最近在最近 是呈現一個拉回之後 開始往上走 這裡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不要忘記1305的華夏 華夏有一個關鍵是在於 今年的8月份 是大陸內蒙自治區 好像是70週年的樣子 這裡的話其實大家 為什麼要講內蒙 因為內蒙是大陸PPC的一個重要產地 他為了要維持空氣的清新 會停產 所以停產之後 其實大陸的PPC會越缺貨 所以缺貨之後報價會往上走 所以你看今天的華夏 是不是一副要填權席的樣子 如果你把華夏的月線圖打出來看 你真的發現 他真的是一直創高 2000年以來的波段高點 還原全值就創高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整個速化族群 在電子之外 其實也值得投資朋友做個觀察 因為這裡的話 原物料像陣容 或者像華夏等等 其實在這邊都有轉強的一個欠牆 好 非常感謝坦克 坦克提到了1305華夏 我才發現華夏監盤中只差一檔 有機會完成今年的田全席